OK,好,现在我们准备做最后一步,也就是说 编辑已经完了,最后是一个删除的动作 那我们先新增一笔来做准备删除的动作 那整个就是有新增 比如说我们新增一笔A3好了 那是TEST,那时间是4点半,11点,寄费方式100 这个寄费方式最好是或许可以用夏拉式的 如果有一些地方需要特殊的寄费方式的话 用夏拉式会比较,才不会使用者才不会拿错 这个好像是可以美人还是美堂课的样子 所以说一下是 那这个新增完底下,诶,这个好像课程列表好像不会更新 这是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新增完之后这个要重新去抓一次 不要再重开去做管理 不要再重开去做管理 不是诗子,应该是课程 这里有个TEST 那刚才那里其实是应该是新增完 只要自己让它去这边要去更新一下 那这个之前没有做到 那编辑上次已经用了 是OK的 好,那这个删除 现在今天要来做删除的动作 好,那这个删除钮就是 就是,当你按下这个删除的时候 会去触发View的这个Delete的动作 那Delete我们就可以写在这边 那删除之前呢 我们会去做一下确认 嗯,会去做一下确认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Cless object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确认 所以我们会去抓confirm好了 这是JavaScript的动作 确认要删除 然后什么Map 那这边我们中间会给它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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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好了 所以是Name Cless object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动作出来 点下去 然后按删除 好,你看这边又弹出来 确定要删除Tester Tester就是它课程名称 那我们先取消好了 我们再加一个 编号好了,编号上去好了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编号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编号 ID 那中间我们用一个帽号把它分开好了 好,储存之后来看一下 好,所以它要清除A3 这个编号的这个课程 好,那我们先取消了 好,再来的话 我们要去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它按下确定的话 就要有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把它指定给 yes or no 然后 假如 这个编号 不要用一手 no 是 是 是 delete 好了 所以 这个上面的 是 确定吗 delete 如果是true的话 如果它选 确定要删除 我们就要做一些事情 嗯 它就会去呼叫我们课程管理这边写一个删除的动作 资料的删除 这个好像是关键字 所以不能去delete 所以去dl 好了 那 删除的话 要给它 好,直接传进来class object 好了 嗯 然后 我们上面这边一样呼叫一下 那一样我们会把删除的指令写在sh1 et.dl 虽然我们还没写 我会把它写在这里面 好,那一样我们把删除的动作写在这个mysheet的这个里面 这样可以重复运用 好,我们一样先复制一下,准备做一个扩充 好,所以我们先复制一下这个 偷篮一下 删除资料 好 删除资料 好 就好 那我们是不是传ID过来就好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传一个ID进来就好 好 好 所以这边我们传ID进来 那传ID进来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找到这个ID所在的列数 那我们去估价上面我们之前写过的这个方法 就是他找ID所在的列数 那底下不需要,我们先把它删掉 好,那找到列数之后他要判断 列数是合理的再进行删除了 所以我们就会去用这个 一样子的判断他大于二的时候才去做动作 我们抓回来的资料 确定他是在 这个 第二列以后的才做动作了 所以这里的时候 如果他是大于的话 我们就要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就是 列数 選 点 列列 落 把这个位置 穿给他 那这个动作会去 叫 这个资料表 看他是第几列去把那列删掉 好,这样这里删除 这个资料就ok了 写完了 那这里 也ok了 他会去删除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等一下 这个还没写 还没写好 这个所以他出入的时候 我们要去呼叫 google google run dl 那传给他的是 列史 传给他一个ID 好 那其实 待会还要做一个把自己关掉的动作 不然会很奇怪 所以要做 关掉 自己本身的动作 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写 因为太久没有动了 割了好几个礼拜 应该是有一个把自己视窗关掉的写法 我们看一下 之前有没有写过 可以看 放 vamos in th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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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这边是没有,确定没有 诶,我们来看一下那个HTMLService,看看有没有动作好了 MLService 电 应该不是,应该是Document Document App Get UI 看起来,并没有 并没有Close 好,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待会再来解决这个关掉的问题好了 好,那我们Test 按一下 如果删除的话,取消就不做任何事情 但是如果删除的话 应该会把最后一笔删掉 诶,没有删 所以为什么没有删 好,那我们来征错一下咯 首先呢,就是这里 It's delete 好,那这边如果 Google script run Delete This object 好,那这边如果 如果有传进来的话,会传进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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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做一个log 好,我来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丢进来 删除 删除 确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丢进来 解释一下记录 A3 有,有进来 好,那继续来除错咯 A3,那这个表没错 然后它去呼叫Shift 的 Shift里面 这里我名字没有给它改 DEL 好,那它才会去 这里才会去呼叫 Shift的DEL的指令 那里 没写到,好,再来一次 删除 确定 好,那来看一下 诶,没有删掉 诶,真的没删掉 看一下 看一下 会进来就Shift 然后它去找到这个 ID之后 如果这个 这样的话去Delete LO 应该是没错 那我们来这边 一样做一个log 好 好 我们直接 用测试的 然后10 然后选择Delete 看一下log 这个 嗯,object中没有 get load index ID的函数 所以 是 get load index byID 这里 答错了 好 那应该是没错了 好 这样应该就可以真的删掉了 再试一次 删除 确定 诶 还是没有出现 诶 诶 还是没有出现 找到的 列数是0 为什么 不是第10吗 对 再来试一下这边好了 直接选取 诶 没有 Delete 啊 对 这是A3 因为我们的这个ID是A3 所以我们这边测试的时候要打A3 来做测试 好 看一下 好 好 果然删掉了 那我们直接扣一份过来做测试了 那叫A3 好 那我们这边记得把它改回来是ID 好 那我们这边 重开一下 好 按点下去之后 按删除 确定 好 那看是不是真的删掉 果然是删掉了 好 那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动作就是要把 那个详细的视窗跟关要做两个东西了好 一个呢就是 这个课程的 这个表的更新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 按掉删除之后 这个资料删除这个要关掉 所以这个可以做 直接的关掉吗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eate好了 我印象中这个create是有自动把它关掉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叫做关掉本页 好 把它扣过来用 然后这个是detail 就是它去run 这个delete的时候 它顺便把这个关掉 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更新内容 更新内容就是 当它去把 class这个打开的时候 看一下 它去managerclass的时候 然后 它点完的时候 它如果去做删除的动作的时候 它要去删掉里面的东西 所以要怎么通知它呢 好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了 把create 看一下 OK 好 那这边如果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删除 那确定的话 这个就关掉 而且 这个实际上已经删掉 只是说这里没有更新了 所以要通知它更新 怎么通知它更新呢 我们看课程管理这边 来看一下 课程管理是这个东西那意外会秀出来 但是没有更新 好 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看看 那 那 其实这个应该是把它丢外面 是不是比较 侧边蓝 我们把它丢外面看一下 把它复制咯 然后 那这个是塞德吧 好 那这里我们会去把它显现出来 去秀一个塞德吧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OK了 好 waiting UI waiting UI 看一下 好 我们这边要改成塞德吧 塞德吧 塞德 塞德 它是会的 那 我们再来把它扣一下 那怎么去把它删除之后做更新呢 那 是不是 再重新让它秀一次就可以 还是有什么refresh的地方 sign the portion code下来 然后第一个方式我们来尝试用 就是重新秀一遍 好 先这样做做看 那 这边我们先关掉 好 那准备详细资料 先删除咯 确定 那这边会重新refresh一次 但是 这样是一个方式 但是可能会 嗯 UI的部分可能会在 想说怎么通知它 我其实应该 应该是要想办法 删除的时候通知它 但是这样 等一下 试试有什么地方塞的 哇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refresh的方法之类的 好吧 暂时看不到什么特殊方法 那就用这样就好了 那还有一个地方也需要去更新的 就是当去新增资料的时候也是要更新 所以更新新增资料 新增课程 好 那我们整个来看一下 关掉 那课程管理就会去把资料全部抓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要新增课程 哦对 还有一个就是修改完资料的时候也要更新一下 好 所以修改完资料的时候也要更新一下 没关系我们先做新增好 新增课程A3 那随便打楼 这个先不管它的资料正确性 只是先 有个资料 那确定 那旁边就会新增一个资料 那其实这个 编辑资料的话应该也是要变 但是现在它的通知并不是很好通知 嗯 其实照理说这边如果你修改的话更新 这样这边只有这边更新这边没有 但是其实应该是 嗯 要通知它更新 那可以做吗 嗯 我们来看一下修改资料 修改资料 新增 取得详细资料 进行资料是更新 好 资料更新 那我们一样丢一个那个看看 这样 不晓得可不可以动 都做用这种偷懒的方式 强迫叫它去更新 好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测试 那我们来做一下测试 编辑 更新 好可以 这样也是会强迫它去更新 好那更新也ok了 那最后的删除 我取一下的话不做任何的动作 删除的话整个 会被删掉 好这就是整个课程它的CRUD 整个我们都已经做好 那只是剩下一些程式的优化 方便就是以后的比如说市值管理其他管理做使用 还有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做通知 也就是说 你在开启另外一个视窗修改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去通知 这里面的资料去做一些修正 那这是后续值得思考的地方 好那整个就到此